好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看这边 第一个 富士山 大家非常熟悉的地点 日本の象征と言える礼法で 標高は3776メートル 日本の象征 象征某一个事物的意思 日本の象征 听到日本就想到什么象征物呢 就是富士山 桜 櫻花 等等的事物 那你呢 台湾の象征 就想到什么呢 有可能你想到一些 比较有名的山羽山之类的吗 或者是 比较有名的景点 那就是台湾の象征 可以用这样子的词来表示 那再来よ 古来から 信仰や芸術の対象とされ 多くの日本人が 親しみを抱いています 古来から 从古代 信仰や芸術の対象とされ 这边怎么理解呢 就是台湾とシマス 把它当作某某的对象 然后シマス 的秀成形就是 されます 可以吗 再来 されます 的マス 拿掉 就可以变成 连接词的用法 跟 提形一样 所以呢 台湾とされ 就是 然后呢 的意思 然后怎么样 多くの日本人が 親しみを抱いています 请大家翻開雜誌的后面 有一个单字整理 对吗 那 親しみ 这个词 怎么样翻译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 親しみ 就是 亲和力 亲切感 对 親しみを抱いています 就是 怀者 親切感 親和力 就觉得 那个对象是 哇 感觉完全不陌生 跟 我的心理的距离 很近的感觉 所以呢 你也可以用在 一些人与人的 互动方面 例如 親しみのある態度 意思是 很亲切的 举动 态度 的意思 它的动词 親しみます 或是 親しむ 这个动词的修法 也稍微记起来よ 好 再来 登山をする場合 五号目と呼ばれる 標高 2300m 地点までは 東京から高速バスなどで 気軽に行けますが 对 それ以上は 本格的な装備が 必要ですので 注意してください 好 到了 这边 好 登山をする 把愛 把愛就是 什么什么的 场合 什么什么的 情况 的意思 所以 当你提到 你要做 某某事情 的话 的时候 就可以说 白 例如 你进去店里的时候 要先消毒 怎么说呢 入店する場合 就是 入店する場合 先に消毒 を してください 那些词 可能会出现在 餐厅的门口 好 再来 这边的 五号目 什么意思 就是 一到十 当作 一个范围 然后呢 五号目 就等于 这个富士山 从下面 到山顶的 中间 就是 五号目 所以呢 你越上去 这个数字 越高 五号目 六号目 七号目 会这样子 上去的 好 再来呢 東京から 高速バス などで 気軽に行けます 为什么バス 前面还要加个 高速呢 是 这个是 高速公路的意思 所以 高速バス 也可以翻译成 那种 长距离 超距离バス 超距离バス 也就是那种 客运的概念 好 再来哦 本格的な装備が必要です 大家会用这个吗 本格的这个词呢 可以翻译成 正式的 本格的的意思 本格的 其实 爬山的装备 也有一些休闲的 或者是入门款的 但是 这边说的本格的意思是 真的是专门爬山的专家 可以说专家吗 或是一个很熟悉的人 才会用到的 装备的意思 本格的な装備 表示的是这个意思哦 除了这些装備以外 本格的这个词 也可以用在别的地方 例如食物 本格的な中華料理 意思是非常正式的 正统的中华料理的意思 可能是这样子说 就代表 你可以在那边吃到 是道地的口味 好 那以上就是 第一个段落 我们接着看看上面 这里哦 标度饮 火欧堡 在哪里呢 在京都府 好 请看一下 阿弥陀由来を祀る火欧堡は 1053年に建設されました 在一些庙里面 有所谓的偶像或是神 还是佛什么的吗 所以呢 我们通常会看到这个 什么什么を祀る 什么什么を祀る 再来 建物は10円玉の表面に 刻まれているほか 屋根に佇む方向堡は 国宝で 一万円札の裏側にも 描かれています 看来这个建築物 真的是很有历史 而且是代表日本的 就是日本を象徴する建物 ですね 怎么知道呢 这边提到建物は10円玉の表面に 刻まれています 看一下后面的单字集 刻みます 看到说 它的意思是 雕刻 或是用刀切细的意思 刻みます 所以呢 这个是切细的意思吗 有没有 就是雕刻的意思 雕刻在10円玉的表面 刻みます で 他的主词 是什么呢 就是建物 所以用 秀身形来表示 刻まれます 秀身形的说法 再来 屋根に佇む方向堡 佇む 是什么样的动词呢 也可以看后面的单字集 他提到是 站立不动 塔塔字幕就是 站立不动 如果是 你看到 有一个东西 好像是 有一种静态的方式 站立不动 那你就可以用 塔塔字幕来表示 那当然呢 这个是一个偶像嘛 所以他不会动来动去 他说塔塔字幕来 表示 是很适合的 所以 塔塔字幕这个动词 也不一定用来表示 一个常常保持静态的 动物还是人什么的 除了这个以外 本来就是静态的 像树木啊 什么偶像呢 也是可以用到的 好 再来 一万円札の裏側にも 描かれています 十円玉 它是硬币 用雕刻的 所以用 刻まれています 但是呢 一万円札 它是直抄 那 用 描かれています 描く 画画的画 这个动词来表示的 好 以上就是右上角的 描冬银 火候度 那再来我们看看这边 姓姬酒的部分 好 我来念出来哦 江战時代初期に建設された 天宿が残る城です 江战時代初期に建設された 瘦身心又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也是一个 东西嘛 物质嘛 所以呢 用瘦身心来表达 它被建筑 被盖 的意思 好 再来 白露城とも呼ばれ 白漆喰が塗られた城壁の 美しさが目を引きます 我们可以留意到的 第一个要点 就是这个 城壁の美しさ 就是城墙嘛 城墙还是城壁 城壁 它的美丽 用名字的方式来表示哦 再来呢 目を引きます 什么意思 请看看后面的单字 它说 吸引什么什么的目光 的意思 目を引きます 当你走路的时候 看到一个 哇 很新鲜 很好奇的东西 那就是怎么样 目を引きます 好像你的视线 你的眼睛 会被拉到那边去的感觉 所以呢 目を引きます 就是吸引什么什么的目光 的意思 再来 2009年からは 16年かけた大規模な修繕が 行われ本来の姿を取り戻しています 修繕が行われました 就是有一个全面的整修之后呢 本来の姿 就是它原本的样貌 取り戻しています 取回来的意思 所以这边也是可以看看后面的单字集 你会看到 它的翻译 是找回来 或是取回的意思 取り戻します 除了那些 原本的东西 复原到 复原到原本的 那个样子 也是可以用 或者是 实际的东西 被人抢做的东西 你把它抓回来 你也可以用 取り戻します 例如 盗まれた自転車を 取り戻しました 意思就是 被投的脚踏车に 抓回来 取り戻しました 之类的话 OK 好 那 以上就是这个段落的说明 一口气谈到 一二三个段落 大家觉得 长度还OK吗 那你也可以 一个一个 去理解它 单字跟文法的意思 我们进行到 下一页